在对面这个房子很老 你看一下 这边的是贵州父前市 那边是一个小鞋的 父前第三小鞋 木房子 你看这个房子 它的脚 你看一下 对的整整齐齐的 这是古房子的 这个是小鞋的 小鞋生乐场规范 升国旗要敬礼 唱国歌要首例 捡东西要上奖 你看一下 一看到这个捡东西要上奖 我想起我读书的是一首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然后是交割警察叔叔 好像是怎么冲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边的话就有个古城去古城里面来看一下 对面那个城墙 就是古城啊 这些房子的话是要拆签的 你看一下 都贴笔房 尾座吧 要拆掉的 付钱古城啊 以前我就是来过的 哇 你看对面的那个瓦房 夹着这个房子中间 那些瓦房 是真正的古建筑 是吧 但是这些都是要拆掉的 你看一下 这个城墙的话 其实是古代留下来的 很古老啊 这个城墙啊 富浅富浅城墙了 但是其实它这个城墙的话 就剩下这么一段了 那边的话就是 后面补上去的 过去看一下 一看就知道 你看 你看从这边的话 它就是翻开来了 你看一下 是吧 在前面的这些城墙都是旧的 你看一下 非常的旧 然后到了这边的话 它就是新的了 你看一下 是吧 新的了 是吧 这一片枸杞都是新的 你看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个城墙的分界线 你看那边都是新的 非常的整齐切的 你看看 啊 这边的话 就是 比较没有规则 你看 它这边 沿着这样子一条线上去 也就是说 它这个城墙的话 这个古城的话 其实就剩下一个古城嘛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几乎全国都是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 这边一块块很整齐的是吧 是后面搞上去的 底下这些的话 就确实是 古城门 古城门 应该是说这个古城墙的话 在以前的话拆掉了 剩下一个门没有拆掉 因为在那个毛泽东时期的话 都把古城都跟插得差不多了 是吧 有下一个古城门的话 做纪念的 是吧 现在的话又把它做回去 你看 又做的挺漂亮的 一路上街都是 哇 这就是古大的城墙了 登上这个城头来看一下 现在在见识当中 是吧 哇 这个城墙上 你看 封了一个这个炮 这个炮的话 这个炮不知道是不是古迹哦 是真的是 古代的时候留下来的炮 你看一下 是吧 它有这个轮子 贴轮子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你看看 炮烟 你看这个点火的 清早的时候 这种炮挺多的嘛 哇 里面都是空的 空的里面 在建那个房子 什么样建了个塔 很漂亮 那里面那些房子 都是在拆迁嘛 空的 在城墙里面都是空的 这里面在建那个房子 应该是建建房古建筑吧 哇 这边刚好真的热乎朝天啊 底下那个城墙 是古建筑 真正的古城墙 下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到这个城门的话 是真正的古建筑 所以我现在在搞中修嘛 搞为妇嘛 所以说就是关闭了 你看它们两边都是空的 就剩下一个这个城门嘛 是吧 很古怪的 插的光光的 哇 这个房子的 哇 应该逢古像哪里的建筑 这个 逢古建筑 哇 这个古城建的很漂亮啊 你看一下 这个全部是木的 然后在上面贴着什么 烧马亭歌 烧马亭歌 看一下是什么歌 烧马亭歌 打江冲 幸福生活 这个是 烧黑歌 又烧黑歌 烧黑歌怎么唱 已死了 拔了没了再是 之後再听 忘信 咪咪咪刀 咪刷 咪刀刀 咪 定时斗争回转向 我这个随便装得瞎撑 斗争 进去看一下 煎得很宏灰 哇 哇 煎得这么宏伟的 这个古城景区的煎得是很漂亮 这边被称之为古城景区 但是他这边的古城景区 就剩下两个城门是古建筑 那个城门确实是古建筑 其他全部都是你看一下 房古的嘛 跑到哪里都差不多 连外观跑到哪里都差不多 过去看一下不知道要不要门票了 哇 我用这个广角镜来铺的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一下 但是就是吸吸收收 没什么冷啊 是吧 要门票的 这要门票的 这要门票的 用门票的 讨好票 讨好票 60块 原价110亿 前门票 哇 这个走廊见的挺漂亮的 但走廊上都没人了 太空了